好 現在康瑞颱風是逐漸靠近台灣 我們看到的第一次的點是在宜蘭 已經出現了午後出現間歇大雨 而過往經常淹水的東三鄉山陣路 居民現在相當交集 連線記者洪澤睿 好 至於帶大家關心到的是康瑞颱風 現在是步步禁閉 當然在宜蘭這邊 事實上我們可以感受到在整個下雨 這雨稀利花拉不斷地下下來 而我們現在在哪邊呢 就在宜蘭東山的三陣路 好 為什麼在三陣路 因為以往只要下大雨 甚至颱風侵襲 尤其上回開米颱風的時候 宜蘭很多地方都淹水了 其中就包括了這一條三陣路 好 居民居民就說 因為其實它在一旁就有這整個溝陣 所以只要水位一滿下大雨的時候 就很容易水就會漫過道路 過去水淹最深的時候 甚至是到了膝蓋的一個位置 居民這次也非常的擔心 我們來聽一下居民怎麼說 為什麼很容易淹水 就比較低啊 比較低 這邊都不會淹水 是前面那邊而已 就是剛那個水溝那邊 那邊比較容易淹水 對…可能在下它就淹了 就雨一直下就有可能會淹起來這樣子 應該明天就會了 真的喔 就雨大就有可能 對 都是這樣 不是現在才這樣 以前颱風來就很容易淹水 下大雨就會這樣了 真的喔 沒錯 從今天的晚間 一直到禮拜五的上半天 都會是抗日颱風 影響台灣最劇烈的時間點 當然宜蘭的觀眾朋友們 趁現在趕快做好房台的作業 也因為這一次宜蘭的總雨量 在山區有機會破千毫米 甚至在平地 也有這個非常驚人的雨量 所以要提醒大家 趕快做好相關的房台作業 以上就是目前我們在宜蘭 東山鄉掌握到的這些狀況 再把時間鏡頭交還台北棚內 所以沿著頭部就在行動